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還想有那麼一點點溫柔的驕躁 你身邊的女人總是美麗 你最初的愛情總是遊戲 在你的眼裡 我是你可以對應延幻的朋友 你從不臨散 最初我分享你的快樂 你開心的時候總是揮霍 你是你的片刻總是沉默 在你的眼裡 我是你可以靠傾途的朋友 你從不忘記 提醒我反擔 你的寂寞 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還想有那麼一點點溫柔的驕躁 你從不知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還想有那麼一點點自私的占有 要落後 想找你的人 好 想找你 不什麽並ๆ 想做你 不變半戀人 想做你 一世牽困 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你从不知道我想觉得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焦躁 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 这首歌是不是百听不厌 但这首歌真的很不好唱 可是听到这首歌的人 一定会想到这个歌的主唱 它的实力真是毋庸置疑 而且所有的歌唱节目 如果没有请它呢 它来到现场就不算是 歌唱节目了 好险好险 今天它终于有空来 然后身体也比较好一点 现在有点不舒服 我们欢迎 应该怎么称呼它 POP的天后 对对 POP的天后 我们欢迎黄小虎 也认为捧场石油 分不到你的愛 我把自己像記憶裡埋 學了一百種冷漠的姿態 表示我不懂被愛 分不到你的愛 太陽怎麼還要出來 分不到你的愛 需要溫暖的時候 你都不在 分不到你的愛 太陽怎麼還要出來 分不到你的愛 太陽怎麼還要出來 分到你的愛 太陽怎麼還要出來 分到你的愛 太陽怎麼還要出來 歡迎小虎 謝謝 小虎哥 喂 你平常都算很妖嬌 你今天怎麼搞 打扮這麼中性 因為要襯托你的美艷 說真的 歌唱節目沒有請你來拿 叫歌唱節目 沒有啦 真的 那要看主持人是誰 還有製作人是誰 還有這個樂隊是誰 都有在挑 是 沒有啦 我們今天請你來就是要談 因為其實這近幾年來 訪問這麼多的歌手 很會唱那種 聲音一出來就能鎮住全場 一個就是很天生的就是原住民 另外一個就是POP 你不是原住民 我家住在山的哪一邊啦 你很煩 你知道同樣是POP的歌手當中 你腦袋裡面知道有哪些 哇很多 早期當然就是 五百 那最近的話 彭家蕙 彭家蕙算是 後期的 家蕙對 家蕙他算是妹妹 他上次來還說 他以前就是從屏東特別坐車 到台北去看你演出 你聽完有沒有 聽完覺得說 好啦 好像我應該退休了 哎呀 長江後浪推前浪 後浪死在 前浪死在沙灘上 姐姐很幽默喔 這個待會再來談你 談你喜歡的POP歌手 男歌手跟女歌手 通常是POP的歌手不太一樣 女的都很嬌小 男的都很怪 手會很怪是不是 老爹是一頭長髮有沒有 五百也是啊 就是 五百還好 康康更是招 康康他比較 我覺得他在POP裡面表演 他是比較中藝寡的 他是說說唱唱 逗著大家很開心 對 其實唱了一二十年 這樣子下來 我覺得我自己的改變蠻大的 對 其實剛剛開始 我不太會像有 在POP你一定要報生日 還有剛開始會不會 就一開始就接受鼎歌 以前還沒有出唱片的時候 我們在唱一些 Piano Ba酒店 其實就有這個習慣 那只是以前點歌的話 都希望客人拿小費 對 那現在呢 我是不太喜歡客人拿小費 因為他拿得太少了 也對 好 你看冷變笑就 哈哈 後面笑到不行 那是阿咪他也是做效果啦 他也是做效果 我是說 現在我會跟客人開玩笑就是說 最好是拿那種青色的啦 如果要拿小費 一千的喔 不要一百一百 不是說一千的 我說 給那個千的色的有沒有 千色的 千色的不是一千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兩千好不好 一張兩千這樣 也想跟你合唱一個歌 我上一張唱片有唱你的歌 不知道你有聽到多少了嗎 沒有啦 好 我們來唱這首 這個陳富銘老師幫你寫很多年前 我覺得好喜歡的一首歌 我也好喜歡 電話 好 好 好 我的気帶 冷靜 好 謝謝 給我的嘴和聲音 曾上所的房间 在收音机叫醒我的每一天 只有拥抱着昨夜的疲倦 纵燃烧了个你 我算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等到看到你下次电话来的那一天 我仍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啊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 我已经习惯了孤独 不该有埋怨 等到你下次电话来的那一天 我仍然不会有什么改变 啊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些 我已经习惯了孤独 啊 不该有什么埋怨 啊 不该有埋怨 啊 不该有埋怨 啊 不该有埋怨